原标题 日本皇室为什么就是生不出儿子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由于一个习惯 2016年11月20日 日本皇室成员惊出一身了 原因是 日本皇室秋小公文人亲王的非子继子 与其十岁的长子幽仁亲王 在日本神奈川县香魔园市的道路上遭遇车祸 不过两人没有受伤 为何一次简单的车祸 却让日本皇室成员惊出一身冷汗呢 这要从十岁的幽仁亲王越起 幽仁亲王世纪父亲秋小公文人 于1965年出生后41年来 日本皇室的第一个男孩 也就是说 他是日本未来天皇的继承人 由于当年秋小公文人出生以后 日本皇室一直就没有南海出生 这直接造成了日本皇室严重的继承问题 那么 这里面又也出了一个问题 为何日本皇室很难生出皇子呢 如果大家查阅日本皇室的历史 就会发现日本皇室生不出皇子 是一个历史传统 从日本大政天皇至今 日本皇室在尽两百的 历史里 其历代天皇绝不是皇后亲生 日本皇室为了不让皇统血缘断绝 历代天皇都会选择通过选妃来传宗接代 但是即便此 皇子早要的比例也是非常惊人的 举个例子 明治天皇 牧人兄弟共有六人 但最后成年的只有明知一人 而明治天皇本人与五名后妃共生子女十五人 不过最后成年的南海只有大政天皇一人 剩下的南海不是出生后 藏天死去就是三岁内夭者 那么 为何日本皇室南海长大成年的概率如此低呢 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 日本皇室长期的近亲通婚造成的 由于日本皇室为了保持其皇室的血缘纯净 长大有资格成为皇后的女孩 只能是与天皇有密切关系的五个家族 结果通婚时间久了 就很容易造成皇子早要现象 除此之外 即使天皇通过选妃来完成继承男丁 但是 能做妃子的女孩也极其有限 皇室对其门帝要求非常之高 第二个原因 天皇妃嫔门斗争造成皇子早要 相信很多人看过后宫剧后 都会发现 古代妃嫔门为了获得皇帝的宠幸 想尽办法 迫害最先神皇子的妃子 日本天皇的妃嫔门也是如此 天皇的妃子们 为了能获得天皇的宠爱 他们只有选择生男孩一条路可以走 因此 当有的妃子怀孕后 其他妃子就会想尽办法迫害 甚至会将刚出生的皇子谋害 如果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 日本皇室很难诞生皇子就不读为奇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遇到谁 遇到谁 词到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